好的,那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道题 它也是属于我们低推技术的题目 好,请看题目 说用十个一乘二的小长方形 去覆盖二乘以十的方格网 一共有多少种不同的覆盖方法 好了,我们看一下题目是什么意思 那么用十个一乘二 十个一乘二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对 是不是 用十个这个东西来覆盖这整个图形 那么问有多少种不同的覆盖方法 那么这道题目我相信很多同学呢 也是觉得老师 我不知道 不知道的话就从简单情况考虑 是不是 刚才他说这里是不是有十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那他要是一万个呢 你是没法进行具体的操作了 对吗 对 我们就来找下规律 那同学们想 如果他只有一个的话 一列的话 你会吗 会 我也会 两个呢 都会 三个你是不是也会 是 好,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找规律了 由于我们说这里是递推 什么叫递推啊 是不是由前面推出后面的呀 对 后面跟前面一定是有关系的吧 像刚才我们上楼梯一样 是不是这样的呀 后面那个点可以从哪里来 从哪里来 对吗 对 那么这个题也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从简单的情况来递推 那我们看教题的解题过程 好 那么 他这里呢 相当于是不是有十列呢 十列是不是总共有 二乘以十这么多 对 是不是 他要是一百列 是不是二乘以一百了 对 是不是 好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呢 从最简单的情况来考虑 如果他只有一列的话 那么我们的方法呢 假设他是A1 好不好 那么只有一列的话 那么他有一种不同的覆盖方法 那么有两列的话呢 那么用A2来表示 两列的话 他就有这么多种方法 三列的话 他就A3 四列就A4 一死类推 五列就A5 那么一直到最后 是不是A10 对 没有问题 他是不是要除A10的呀 对 那我们就从最简单的情况来考虑呗 OK 好 如果只有一列 要告诉老师几种方法 一种 就一种方法 必须数的覆盖 是不是 对 好 有一种 这是没有疑问的 全国人民都不会有意见的 那么 那么有多种覆盖方法呢 两种 很容易讲的 几种 两种 两种 我可以这样来 这是一种吧 两个都竖着来 对 两个都横着来 两种 除此 别无他用 OK 对 有两种 好 那如果是三列的话呢 好了 同事们请注意 这个时候呢 可能规律就要出来了 可能而已啊 也不一定 如果他有三列的话 是不是这三列 对 那么有同学他说 老师我可以试一下吗 你看 我可以这样来 他说我三个都竖着来 是不是可以 这是一种了吧 三个都竖着来 好 这是一种 我这样来吧 三个都竖着来 这是一种 那么我可以怎么样 我还可以怎么样 我可以这样 是不是 对 这两个 然后再这样 又是另外一种吧 对 我还可以怎么样 这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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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三种 对 好 三种 好了 你很聪明 相当聪明 那这点男生 这是四的吗 他就是五的吗 不一定吧 那么你是不是还依然可以把这个四算出来呢 是不是 对 如果是四的话 你是不是也可以算出来 对 是不是 但是你觉得已经有点乱了 已经有点麻烦了 有点乱 得捋一下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那么这个时候 递推 就要出生了 我们来看怎么递推 同学们 前面两个没法递推 为什么呢 你都没有前面怎么推后面 是不是 所以前面是必须找 算出来 摆出来 OK 对 那么从这开始 我们其实可以催了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它 它有三个的话 我们覆盖 依然是从左到右覆盖吧 对 从左到右 一定是先覆盖这个 是不是 是 是不是 对 那么覆盖这个的话 你觉得它很神奇的 它起决定中 从左到右覆盖 我覆盖它的话 我可以用这个 这种图形 我可以树的盖它 这个格子 可以树的被盖 也可以横的被盖 对吗 对 好了 这就是我们分类的标准 如果它树的被盖的话 告诉老师 是不是只能树的盖 对 那么 你是不是有三个 三列啊 对 那么剩下 是不是要盖这个田子格了 对 这个田子格 是不是相当于 盖两列有多少种方法 对 而盖两列的方法 不就是它吗 是 是不是 是 因为我们说 如果它只有两列的话 我们是不是有两种方法的 对 那现在你这个格子 我们说可以树的盖 也可以横的盖 我们先看树的盖 如果树的盖的话 是不是必须这样盖 对 那么剩下这两列的话 有多少种方法呢 两列的方法不就在这吗 是不是两种 对 所以说这个三啊 它是不是 等于二 再加上一个数字 加什么 你肯定加加一 对不对 但是别着急 刚才我说这个可以树的盖吧 对 那么剩下这四个 那剩下这两列的话 方法有两种 如果我横的盖呢 我这个格子又 我是被横的盖掉了呢 那么它是这样盖 那么下面这两个必然 是不是也必须这样横的盖 对 也就是说它必然是怎么样呢 是这样盖和这样盖的吧 对 那现在是不是就剩下这一列了 对 盖一列的方法是什么呢 不就在这吗 A1嘛 对 所以说是不是 张家 发现A1 那么你发现了吗 其实它是不是等于全面两个数的盒 对 那么它是不是应该也是全面两个数的盒 是不是 是 那我们来推理一下 看对不对 来同事你请看大屏幕 如果有四列的话 是不是一二三四这四列 左边这四列 我们依然是看这个格子 这个格子的话 可以被树的盖 也可以被横的盖吧 对 如果它被树的盖的话 注意听 它是不是还有这三列 对 那么是不是盖三列的方法 要盖这三列 盖这三列的方法在哪呢 不就是在A3这里吗 对 就等于它前面这个数 3 是 好 等于前面的数 3 好了 刚才我说它是被树的盖吧 对 我不能被横的盖吗 可以 如果我被横的盖的话 固定这两个 必须也被横的盖了吧 对 我横的盖 这两个是不是横的盖 对 那么现在 后面还有几个呢 是不是还有两列 是不是 好了 清空了 好了 那么盖两个 是不是还有两列 对 还有两列的话 那么盖两列的方法 是不是等于前面A2呢 是不是 是 所以说你发现 每一个后面的 从第三个数开始 每个是不是前面两个数的合 对 那么就相当于 我们刚才说A1等于多少来着 是不是等于A2呢 A2呢 A2等于2对不对 A3就等于什么 3 两个相加吧 A4呢 等于5吧 A5呢 等于8 是不断地写下去 对 也就是说 后面的数等于前面两个数 能理解吗 能 所以说我们的答案就是 不断想下去 5 8 下一个 13 21 34 55 89 是不是就实列了 12345 678 90 答案就是89 能明白吗 能 这就是我们教学的答案 这个题怎么跟我们前面讲的那题答案是一样的 是不是 是 好了 那么同学们呢 这个题呢 我们依然是用地推的方法 好 以我横的覆盖 那就这样 以我树的覆盖呢 那就这样了 所以说它就能发现了规律 那么后一个树等于前面两个树的核 是不是 它等于它前面两个的方法 所以说 最后呢 我们就把它罗列出来以后呢 就等于A持89 所以答案就是89 同学们明白吧 明白 好 那么这种题目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如果要得把它改一下 那么先让同学们自己想象 怎么改呢 比如说这个图呢 它是这样的 画成这样 没有问题吧 好了 是这个图 然后呢 它用什么来覆盖呢 用这个图来覆盖 用这个图来覆盖 问同学们有多少种不同的方法呢 那么这个留给同学们思考好吧 依然是先写出前面几个 再看一下后面呢 怎么跟前面递推 依然是先把这个 看这个东东有多种覆盖方法 是不是 它可以横的盖 也可以竖的盖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好 那么这个题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到此为止 我们的题目就讲完了 那同学们 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知识点 就是从简单情况入手 我们呢 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东西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最后一个环节叫 学而 实习之 来 那么我们说了 题目说找规律的话 我找什么规律呢 是不是 他问什么 我们就找什么规律 明白吗 千万不要想起来太多东西 问什么 我就找什么的规律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就是 我们找规律 通常是从最简单的情况入手 也就是说 总数最少的情况来考虑对吗 对 来尽量来找到规律 那么我们还有怎么样呢 可以怎么样 找到它的变化规律 这个规律啊 它可能是常规的 也可能是通过递推得到的 明白什么意思吧 我们常规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递推呢 就是通过前面的推出后面的 OK 比如说后面 我是怎么来的呢 我是由前面得来的 明白吗 明白 好 那么在这里要注意一点 就是我们在例题当中 一直到强调 那就是同学们在找规律的时候 特别是常规律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多写几项 才能发生它的规律 明白吗 明白 否则秀琴那句话又来了 那就是极度怎么样 不负责任的 好吧 那就是一定要多列几处 这项 好 那么这一讲我们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 你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好 我们下一讲 再见 拜拜